大家好,爱情一代小毛俊又要在家见面了,韩国模范夫妻孙一镇·玄冰,过去以韩币48亿购入一栋,位于京畿道九里市的高级别墅,作为两人的新婚房。 这卧室配有基本的投影机与大荧幕设备,身为演员,夫妻俩恰好能在房里研究剧本与对戏,情趣意外曝光。 除此之外,很多韩兴夫妇的婚房都是超级奢迷的,接下来就和小毛俊一起来看看吧。 一,孙一镇·玄冰,其中有着世纪情侣之称的玄冰和孙一镇,一家三口居住的豪宅,备赞比酒店还高级,豪华衣帽间,顶楼花园,连浴室都有天窗。 玄冰在2021年购入一栋约100平规模的独栋别墅,当时以韩币48亿元现金买下该房,两人的新婚房虽不是第一次公开,但节目FreeDoctor公开同款别墅更细节的内部格局。 天花板格局皆为挑高设计,客厅的落地窗可以一眼看见鹅村山与汉江美景,主卧室充满温馨感。 不仅如此,主卧室还有投射机与大寸荧幕基本配备,两人身为演员还可以在房里堆戏,练剧本,夫妻主卧室的情趣意外曝光。 另外,若将荧幕收起,背后可以延伸出隐藏式空间,自为衣帽式。 至于浴室则是干湿分离,且房子设有室外阳台,沿着楼梯往上走,还有开放式的露天屋顶,可打造成花园。 夫妻俩就算不使用公共设施,也可以在家里享受美景,喝咖啡,喝红酒。 根据节目公开的房款,整栋别墅共拥有一间主卧,主卧设有独立卫浴,其他三间房间有卫浴配备,空间气派又宽敞,装潢虽不同,但基本配备差不多,且房子地理位置方便。 虽是位于九里市,但生活圈其实是在首尔,开车到江南只要30分钟距离,因此是很多人的购房选择区域。 Free Doctor公开的虽是同款别墅,装潢会有些变动,但基本配备即是高级款,令人看得目瞪口袋,引起热烈讨论。 2.张东建·高速荣 近期就有网友挖出张东建·高速荣夫妇的豪宅,发现这根本是真实版的赫拉皇宫。 张东建夫妇住在首尔黑石洞Mark Hills公寓,不仅奢华而且隐秘性极高。 这栋公寓号称是为韩国国内0.1%的VVIP客户打造,一户最便宜要35亿韩元,约9000万台币,最贵的楼层可以达到台币2亿。 公寓外观华丽,但内部非常宽敞,拥有非常大的屏数,也作用江边美景。 而她的住户也都来头不小,除了张东建夫妇,还有玄冰,李敏浩,金炎二,Jessica,Krista,姐妹。 之前,李敏浩曾晒过豪宅的照片,只见人高马大的李敏浩在豪宅中忽然变得超小一只。 房间里是来自各国粉丝的礼物,画面超壮观。 三,金泰西,Ring。Ring和金泰西的豪宅之前曾在节目中曝光,更是被曝出两人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高达814亿韩元,而登上南韩房产富翁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这段别墅位在首尔知名学区附近有图书馆中小学。 据说Ring是考量到小孩如何的教育,所以才选择在这个区域间购房。 Ring透露,房子的装潢是他本人亲自设计的,厨房才开放式设计,有专属健身房。 从公开的豪宅画面却可以看到,Ring与金泰西两人婚后的爱潮,不但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奢华贵气,美轮美奂,反而仅是以简约俐落的装滑效果,取代华而不舍的装饰, 使得整个屋子散发着一股清明,却充满温馨住家感的暖暖氛围。 比起其他明星的住宅,Ring和金泰西的房子感觉比较有生活气息,看起来非常温馨呢。 江一楼内部打造成运动与休闲空间的夫妻俩,除了摆放了各自健身、训练皮拉提斯的运动器材之外, 房间中间也摆着一张非常大的咖啡色沙发与超大荧幕的电视, 而一旁的角落更是专门摆放小两口过去获得的奖牌奖杯。 由于小两口的爱潮与一般巨星的豪宅,可以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加上Ring在节目上也表示,自己每天也都会爬南山当做运动, 并非常自在地与路上的民众、邻居聊天, 大展完全没有明星架子的亲民魅力。 因此节目一播出后,也立刻在网络上引起广大粉丝的热烈讨论与关注, 并被许多人狂赞好低调的一家人。 没想到贵为巨星等级的Ring与金泰西, 平时竟然过着如此清明朴实的无华生活, 不知道大家看到两人的爱潮画面之后, 是不是有种被刷新三观的震撼感呢? 四、苏志谢、赵盈正。 苏志谢公开结婚消息后,婚房也曝光啦, 苏志谢一国计划了61亿韩元,约1.75亿台币, 购买了首尔汉南洞的别墅,而且全都是现金支付, 简直是霸总般的财力。 这个地段的房子有韩国最贵公寓之称, Ring与金泰西夫妇房单少年团也都住在这儿, 当时苏志谢公司澄清说这不是婚房, 非常努力在保护这段恋情。 除了婚房外, 2018年苏志谢就曾被目击到在Tiffany Cole挑选戒指, 当时苏志谢头戴鸭舌帽, 虽然低调, 但很专心地在柜台挑选戒指, 大叔看起来好温柔啊。 从苏志谢过去说过的话, 也能看出他有多珍惜女友。 苏志谢公布恋情的声明写着, 我想告诉你们, 我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明明没有很肉麻, 但听起来真的又甜又重。 在恋情曝光前, 苏志谢曾在采访中被逼问理想型, 苏志谢的回答也很帅气, 理想型就是和我交往的人。 虽然苏志谢结婚, 大家失去了一个男神, 不过还是希望大叔能够幸福, 恭喜主君找到他的太阳。 五、宋仲基、凯蒂 韩国知名演员宋仲基在新婚之家的浴室里, 亲切地亲吻了宠物狗, 宋仲基在复古又干净的新家里, 安顿下来让人感叹不已。 宋仲基为了拍摄Netflix电影, 落机完到欧洲外景拍摄, 通过人穿国际机场出国。 宋仲基选择和妻子凯蒂一起出国, 两人将在欧洲继续新婚的甜蜜生活。 宋仲基在承认恋爱一个月后, 直接在粉丝俱乐部发文宣布再婚, 现在宋仲基和凯蒂正在准备分娩。 据悉,宋仲基和凯蒂目前在180平规模的离太院, 单独住宅新生活。 一家娱乐媒体报道说, 两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在汉南东的别墅同居。 据悉,宋仲基在凯蒂怀孕后, 把妻子的家人叫到韩国, 搬到了200亿韩元, 离太院单独住宅一起生活。 另外还安排了可以翻译韩语的英语老师等, 凯蒂为了不让声誉准备不足, 正在请外住。 宋仲基目前跟凯蒂父母同住在 价值韩币200亿元的离太院住处, 他们预计会在近期举行婚礼, 让不少网友们期待不已。 6.男公民陈亚玲 在综艺节目FreeDr.M中, 节目中提到, 盖公寓其实对男公民来说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他曾在综艺《我独自生活》中表示, 这是以我的名字买下的第一套房子, 在那之前一直过着月租生活, 是非常努力才买下了这套房子。 男公民目前美籍片酬估计在2亿韩元左右, 因为已经出道25年, 照理说应该早就有自己的房子, 对此记者表示, 男公民出道之后就精打细算地将出演费存起, 但没给自己, 而是先给父母买了房子。 2014年又为弟弟购置了婚房, 就这样为家人优先准备, 所以等轮到买自己的房子时, 才花了那么多时间。 男公民的新婚房最高层是29层, 共有5栋楼455户, 男公民在购入新房后重新装潢, 从原本的暖棕色调改成了白色调, 本人还笑着表示, 很满意看起来很冰冷。 在节目与IG照片中, 可以窥见男公民家中的模样, 也能从家具、室内装饰等看出他的品位与sense。 另外还有只有在14层以上才能看到的汉江风景, 以及现在很流行的Home Gym, 在家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健身房呢, 看了以上韩兴夫妇的豪华红房后,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